用佛的要求 每天检查自己的修行 你很快就能发现 原来自己已在觉醒之中 学佛不是简单的学佛的理论 而是要从佛的原始本性中 去寻找佛性 你才能真正地理解 什么叫真如佛性 佛的智慧代表着一种善良 慈悲 力量和般若 拥有佛的智慧 那是一种真正的解脱 它是让你远离颠倒梦想的菩提智慧 金刚般若 菩提种 自信本空 显光明 出离遇害 破直迷 凡普归真 是菩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